说起前学森大家一定是耳熟能详 他是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 中国载人航天电机人 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两弹疫情功宣奖章获得者 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 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和火箭之王 由于前学森回国效力 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向前推进了至少20年 对中国航天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位就是现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工 这位传奇人物可谓是何前学森老师 拥有一样的爱国精神和情怀 施一工 1967年5月5日出生于河南郑州 198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 1995年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霍博士学位 中国科学院院士、结构生物学家、清华大学教授 曾获第二届未来科学大奖之生命科学奖 施一工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 父亲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 母亲毕业于北京矿业学院 施一工的名字带着深深的时代烙印 父母亲给他取名义工 希望他一心未公 1985年 施一工被保送到清华生物系 成为清华大学生物系复期后的首届本科生 清华原理的施一工学习成绩年年名列全年级第一 1989年 他又以第一名的成绩提前一年毕业 在出色完成生物系课程的同时 他还获得了数学系的学士学位 1990年初 施一工赴美深造 在全美一流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 攻读生物物理学及化学博士学位 1997年4月 施一工还未完成博士后研究课题 就被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 聘为助理教授 此后普林斯顿大学给他提供了 面积达200平方米的实验室 和近50万美元的启动基金 在当时这样的待遇是很多人都无法企及的 良好的科研条件和机制为施一工 提供了施展才华的空间 短短9年间 他就获得了普林斯顿大学最高级别的教授职位 并很快成为学校分子生物学系的领军人物 施一工 面对广阔的事业发展前景 面对优越的生活条件 他却做出了一个让许多人为之惊讶而敬佩的决定 放弃这一切回国 回到母肖清华 在他看来 爱国是最朴素的感情 有谁不爱自己的母亲呢 经历攀登的艰辛 商顶总会有无尽的风光 如果仅仅因为科研 施一工不会回来 他有更高的理想和追求 2008年2月 40岁的国际著名结构生物学家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终身讲习教授施一工回到中国 受聘为清华大学终身教授 并出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院副院长 施一工说 中国的科技和教育体制 中国大学的科研和教学 都与美国一流大学有相当的差距 中国正在为此而努力 我会发自内心的为清华 为中国科技和教育体制的进一步发展付出更多 回国时 他给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信中写道 我回到清华 对普林斯顿大学的贡献 会比身在普林斯顿大得多 我希望将来能进行更多的学生交流活动 使普林斯顿 耶鲁 哈佛等这些名校的本科生 有机会到清华来 到中国来 因为这三所大学的学生 很多都是美国未来的领导者 我希望美国这些优秀的人才 在年轻的时候能在中国 待上一段时间 真正了解中国 如今是一工 希望自己能在清华 为本科生开设一门思想政治课 用它在国外曲折而真实的经历 激发同学们的爱国主义情感 都在美国这些优秀的人才能在中国 在美国首乎来自学会 在美国中小学校的学生 长度上一段时间 就在美国和国中心中心里 在美国中心里的学生 就在美国中心里面 在美国中心里的学生 和美国中心里的学生 不过